插一包鲜石 剩下的牛里鸡再蒸一下 今天我的造型有点可笑 我们发财先吃 啊啊啊 陈小美你挤什么了 白哥的这个发菇有点小了 给小美呢又有点大 小美只能卡在脖子上 一门心思吃饭的小美 压根没空搭理 全体干净 我去妈妈给你吃点蔬菜好吧 好吧 那 又又把菜干了 你有病吗 你不吃我留给陈小美吃 蔬菜吃点 小美 陈小美 陈小美吃 发财羊肉吃吧羊肉 哎呀 这个吃的啊 发财 这搞不快牛肉 刚刚炖好的 好吃 挺小美的 那我这一口汤 嗯 有牛肉吧 发财也在那里守着 哎呀 吃了很多好吃的呢 还要吃啊 不吃我干嘛呢 中午叫了一杯薄荷拿铁 红果石是当地的品牌 我喝咖啡 他们出来看风景 咖啡 肝里面的三条鱼 都被野猫给吃了 去看看我的花花 快放我出来走走 把傻狗赶回去 小美很喜欢在院子里面玩 出来了还不肯回去 店子里扯好玩了 我们的橘子长出来了 可是有点酸 就是那种 连狗都不要吃的酸 昨天拍的小美照片 发现和六甲好像 就是甲甲在青天的 Holiday in的草坪上 简直就是傻傻分不清啊 诶 怎么没人要的呢 这么好的 好像应该是这样睡吧 是吧 这样吧应该 来小美去睡呀 看妈妈先给你买的凉凉店 快点睡睡睡睡睡睡呀 怎么凉凉店都不要睡的了 就知道吃 就知道吃 个饺子也要吃的 芹菜牛肉馅的饺子 没点追求 这是个恰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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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恰 下午在家里办公 她们就在书房陪我 小美的呼噜声 真是美妙的音乐背景 跟甲甲一样 喜欢在椅子下面睡觉